你是不是想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 却不知道怎么开始 你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写作经验 还想透过写作帮自己在职场上更上一层楼 大家好,我是风哥 过去从事媒体端然的写作 现在是科技媒体insight的主编 透过写作,我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也因此开了课程、出版书籍 我非常清楚写作能让一个人被看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与故事 值得被看见 我希望带领大家透过写作展现自己的价值 我将职场写作分成三个阶段 新手需要练习 我会给大家职场关键文章的写作范例 请你写完十篇文章并上传到部落格 直接帮你打开职场的能见度 首手需要成长 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在专业上持续进步 持续产出文章 发展出个人的品牌 老手打造系统 我会教你如何从个人部落格扩展为自媒体 建立影响力 课程预计180分钟 共有30个单元 另外需要学员保留大约30个小时的时间 来完成课堂的作业 这堂课是设计给希望在本业可以快速成长 并透过写作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与机会的专业人士 如果你需要透过写作被看见 或是想透过分享丰富的故事与经验帮助更多人 这档课都很适合你 上完课 你将知道如何写出吸引人的自我介绍文 也能写出让同业疯传的产业分析文 当机会来临时 你更知道如何写出被大众发现你专业能力的实事评论文 欢迎加入这堂自媒体写作课 让我成为陪你写出崭新未来的写作教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